在中正區行政大樓前面空地上的電信箱 搖身一變成為投幣式舊型公用電話 而在七瀆區七瀆國小前面空地的電信箱 也變身成為復古式的掌上型遊戲機 相當吸睛 那個年代沒有 沒有手機的年代 我們只能靠著一個電話筒 然後連結了家人的距離 親情 愛情 友情 全部都靠這麼一條一個電話筒連接起來 而且尤其是長距離的戀愛 我相信大家都是一定是 每天都用四個十塊錢 然後要多放好幾個十塊錢才能夠談得完 那不管怎麼樣 父母親也都是在等待我們給他報平安的電話 所以這個電話筒的設計我覺得非常棒 也非常的好 我是用這個畫架 用他的靈魂把它畫出來 所以今天我跟美玲穿越時空 來到了七八零年代的那個時空來懷舊 那美玲我剛才問他說 當時老公追你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個公用電話裡面 是不是花了十塊錢的銅板 花了不少 他說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 為了降低電信箱影響整體景觀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地協同市議員呂美玲向電信公司 爭取彩繪電信箱 請專業壁畫達人分別在這兩處地點設計彩繪 美化環境成效相當不錯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那اء 為了